8度 V36 AMG碾压480水冷多达8度 390W 这是我头一回遇到能够压住390W的一体式水冷 这就是 AMG 去年我就和各位分享了我认为全年最佳的一体式水冷 VK V360 凭借着优秀的性能表现和独特的颜值外观 它也一直是不少人心中的水冷好选择 如今VK也推出了AMG增强版 V36 AMG 乍看之下它们之间好像的差别并不是很多 如果你也是这样想那就too young too simple了 这款V36 AMG看似只是V360的增强版 其实它是一头猛兽 如果你没做好心理准备 那么我劝你还是再三考虑后再入手比较理想 而现在就是要和各位分享这个门兽究竟有多门 VRO周期 先简单过一下包装规格 设计元素和V360还是很相似的 就是整体大了一圈 里头除了随了文体与风扇以外 其他的配件内容和V360也都基本一致 包括附质多一个纯ARGB的冷头外壳 当然也包括隐藏的手办盒 至于这个手办好不好看 经不精致 我觉得还是交给屏幕前的你们来评价好了 V36 AMG算是VK推出的第二款AMG系列 因此和V360之间的差距也大多也是围绕着AMG系列的标准来做改动 首先就是冷排厚度从标准的27mm加厚到38mm厚 同时为了能够将这个厚度的冷排吹透 风扇也从标准的三把增加到了六把 并且也升级了风扇的规格 从最大转速2150rpm的X12升级到了X12 Max 最高转速来到了可怕的3300rpm 除此之外分成了三把正向和三把反向的款式 虽然给了超高的转速 不过对于超高转速噪音感到反感的用户 也能够在风扇的背面切换转速模式 只不过切换按钮设计在背面确实有点反人类就是了 当然不单单是AMG系列的标准改动 V36 AMG也将水冷头的屏幕升级到了3.95英寸 它提供了480x480的分辨率 我个人自然是更加喜欢V36 AMG的屏幕冷头外观 对比起V360的冷头屏幕更加的简洁耐看 相信不少人也和我有一样的想法 除了上述从外观层面就能看到的改动以外 据VK官方所述 V36 AMG在水冷内部比如微水道之类都做了一些升级 这让我有点好奇它的实际性能表现 于是接下来就来让我们进入到实际上述性的程式 这一次测试原定只是想要对比V360而已 不过之前一直有观众询问关于联力的GA2 Trinity Performer 360 对比追风者T30V2的情况 那么这一次也就顺带来一同拿来对比 为了能够适配38mm厚冷排夹汉堡水冷的V36 AMG 测试采用了联力的O11D EVO RGB 搭配上一共700Unifam T1和T1 LCD的风扇作为机箱辅助风扇 不得不说O11D EVO RGB居然能够塞下V36 AMG也确实很不容易了 另外由于V36 AMG自带6把风扇 性的表现比起另外三款水冷更好也会被说甚至不移 因此我也会进行仅安装三把SRMAX风扇的测试 和所有水冷同一安装三把最风扇T30风扇的测试 在这次进行测试结果分享前 先给各位列出本次测试的详细配置 以及测试环境参数共参考 最后还是要和各位再次做个老生长谈的声明 那就是本次的对比数据仅代表我手上单一产品的体质测试结果 再加上测试并非是在专业的职业室下进行 环境存在些许的变量影响 因此最终的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首先是i9 14900K在350W功耗下所有风扇满速的测试结果 V36 AMG满血状态下以94度的优异成绩 遥遥领先其他目前有着T0性能级别的360水冷 温差都来到了5度以上 5度你们可敢相信 这放在常规的测试已经算是双塔风轮和常规360水冷的差异幅度了 另外即便是拿掉了300S AMX 风扇 仅使用300 V36 AMG 也能够保持在95度 这个表现确实非常亮点 换到Ryzen 97950X在235W功耗下的测试结果 即便A5平台在高发热下因明显的激热而导致散热器之间的性能差异对比Intel平台没那么大 但V36 AMG还是凭借着U1的表现 以87度的U1成绩领先其他水冷3-4度 同样的即便是只按照三把风扇也还是能够获得88.2度的亮眼成绩 不过如此突出的性能 换来了却是这个噪音表现 这就是AMG 而我也列出所有测试满速噪音分贝值给大家参考 可以看到V36 AMG的噪音分贝明显是高出一档的存在 即便是只安装三把风扇 噪音也不会获得明显的改善 显然这个噪音表现是让很多人无法接受的 因此我从原本这个噪音表现 通过手动调整风扇转速 将噪音调整至这个水平 这里我也分享各款水冷在这个噪音模式下的风扇转速表现 在i9 14900K的320W功耗温度测试对比中 即便是转速下降一半以上 V36 AMG还是以高达6度的温度优势碾压一重水冷 同样的只安装三把风扇也还是能够有5度的温度优势 换到Riser 97950X的测试也是一样 虽然差异没有硬条平台那么大 但也有明显的2-3度的温度优势 这样大家就不会说AMG的性能是靠蛮力换来的吧 即便是大幅下降风扇转速 它的散热性能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 当然V36 AMG还是一款很蛮力的水冷就是了 最后就是进行替换同为追风者T30风扇下的测试 来看看实际的水冷本体表现 在这项测试里其实只有V360的性能会提升多一点点 但V36 AMG还是有2-3度的性能优势 从测试结果来看 毫无疑问V36 AMG的性能是超越T0级别水冷的存在 甚至出现了碾压的态势 这让我想要继续挑战它的极限 于是我搬出了VK自家的C480水冷来和V36 AMG对碰一下 当然为了能够适配C480 机箱只能换成VK01 加上时间有限 我只进行了i9-14900K的发热测试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这是C480的实际测试采接画面 这是V36 AMG的测试画面 8度 V36 AMG碾压480水冷多达8度 同样的即便是只安装3把风扇 V36 AMG还是有7度的性能优势 不仅如此 就算同一同噪音风扇转速 V36 AMG还是能够保持6度的性能优势 风扇数量砍半也有3度的性能优势 再换到同一追风者T30风扇也是如此 V36 AMG还是保持绝对的3度性能优势 不要忘了 它的对手可是有着4×12厘米规格的480水冷 哪怕款式是稍旧的C系列 可能存在水泵和冷排性能跟不上现在的工艺 但无论如何480规格就摆在那边 而且一年前推出的时候也是一款性能排在最前面的水冷 而V36 AMG能够凭借着3×12厘米的360规格 以全新的水冷工艺搭配加厚冷排 就能够轻松碾压480水冷 看来我们的观念得改一改了 水冷并非面积大 散热性能就一定是更好的 最后我也很想看看V36 AMG的压制上线 于是在原本O11D EVO RGB的机箱配置下 以全风扇满数挑战它的压制上线到多少 你们猜看在不超过100度压制i91490K 最高能够压制多少功耗 390W 这是我头一回遇到能够压住390W的一体式水冷 你就说它是不是一通猛兽吧 这个C没能摸到400W还是有点小小遗憾 但是390W的成绩放在现在的确是能够傲视全熊了 这不愧是AMG系列的水冷 这秀肌肉般的性能确实没得说 V36 AMG的官方零售价为1599人民币 目前正已开放首发预售 结合预售价和平价优惠最低到首价只需1349人民币 你们觉得这个价格如何呢? 我觉得就单纯以价格来说 这个价格其实还算能接受 毕竟相较于V360 V36 AMG的整体差异结合售价并没有高很多 还算是值得选购的 当然房市都想要性价比的朋友 这款秀肌肉型的水冷肯定不是你们的理想选择 而这里我也总结V36 AMG的几项优缺点 对这款水冷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参考一番 V36 AMG的优点不用多说 自然就是有着极其优质和惊艳的散热性的表现 全新的3.95吋屏幕的可玩性也非常高 以及完整的一条画和独特性的设计 使得它有着非常高的辨识度 至于缺点自然就有离不开金融性 夹汉堡风扇外加38mm厚冷排 合计88mm厚的空间 你必须确定你的机箱能够兼容才考虑这款水冷 然后就是6把3300RPM风扇的马仔噪音 说实话真的很符合猛肉这个形容词 能接受这个噪音的也真的没几个人了 所以选择之前务必考虑清楚 最后一个是我觉得可以加强的小细节 就是配套内可以追加多一套PWM加ARGB极限器 虽然X2MAX已经采用了计划列一体串联的设计 但是一共6把风扇外加两个扣条装饰发光条 这个数量的接口恐怕只连主板的供电会有点勉强 这也是我们为何建议搭配一套极限器的原因 最后就是给VK的V360 AMG做个总结 它就是目前比天花板还要载天花板的零售360一体式水冷 我手上还只是常规的纯同点标准版 它还有另一款针对Intel开盖CPU的直触特别版 这可惜我这一次没能拿到 加上我也没有开盖的一条CPU 所以无法给各位进行这一款特别版随冷的体验 而VK一直以来也是加AMG定为秀肌肉的品类系列 因此强调极致性能的同时 肯定会有一些硬性的缺陷 比如兼容性和分散满数噪音自然是无可避免的 如果你们是冲着这个3.95寸又大又耐看的屏幕 我建议大家赶紧ad turn VK 博尔街里外博方 让他们赶紧推出单独的冷头屏幕配件 售卖给V360用户 这里我必须和VK说声抱歉了 我把枪把丢向你们让用户对准你们了 以上就是本次关于VK V36 AMG 随冷的体验相关内容 非常感谢VK提供他们家全新的V36 AMG 随冷让我进行评测 同时也要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些影片的朋友也不妨点个赞 而新兰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